哦 哦 哦 相比桂林很早就生名远洋 杨硕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才在各种背包徒步旅行者的宣传下 逐步兴起 而被称为小黎江的御龙河 则是杨硕旅游的精华 也是今天我们的目标 开始排队 他这入口在哪啊 早晨九点三十分 在御龙河金龙桥码头上 御龙河漂流售票处已经开始排起了禅队 售票处在里面啊 不是 这不可能排卫生间嘛 要不你先排着 我去看一眼 今天就已经有这么多人 明天就不要排出去 其实啊 这个队伍根本不算啥 此时的等待大厅是这样 我擦 马头排队已经到了874号 而且还在快速增长 但是啊 叫号只叫到347号 以现在的速度 等轮到我们的善罚 我们岂不是今天一天都要徐浩在这里排队 现在在这边也要排队是吧 他现在排好了 他在这边排好 他在这边 我们果断决定不再排队 对 对 买票要排队 上罚要排队 嗯 结果累 所以啊 我们干脆果断饭吃了 玉龙河漂流计划 决定租辆电动车 走吧 走吧 我们已经放弃了 去漂流 因为漂流至少今天一天就耗在这儿了 然后我们打算租个电单车 然后去 然后通过路路的方式游览一下玉龙河 你看这一路上有好多 这都是去的人 你看 对 现在都好多人去 现在这些人最起码下午三点 我觉得现在这人最起码下午四点 两点半以后就不能卖票了 两点半估计是 那一波买到票的人是最晚最晚 下午可能到晚饭后才能坐上了 我们刚才去的时候都得 我们九点 九点多的 九点半 九点半到那儿 然后就得排三个小时 至少是三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坐上 我们觉得这太没有必要了 现在我们就去那个玉龙桥 就在我因为嫌找一条离玉龙河比较近的道路时 转机来了 我们遇到了一位热心的村民 他告诉我们和他走 能不排队就能在玉龙河漂流 我们决定试一试 在哪儿坐 在哪儿坐 一带就不排队吗 一带就不排队吗 一带就不排队多少钱 一点一百八两个人 晚饭的 不不不我们只要单程 单程做不了了 单程做不了是啥意思 做不了 早就没跳了 你晚饭是啥情况呢 晚饭坐下去坐回来 你再开车回去 你坐竹筏再坐回来 对是你们自己的罚是吧 对啊 哦 还能罚还能往上游走的 不是往下游 就是回来是啥意思呢 回来往上游回来 就是你们一撑着回来的吗 对啊 这四十分钟无法 要不要坐 安不安全的 安不安全的 不安全不要钱 是 那在哪呢 在哪上呢 在前面一点地方 我们过去看一下嘛 好不好 我看一下OK的话 我们就坐嘛好不好 我们现在跟着一个当地村民大姐 去坐他的素费的 其实蛮舒服的 但是现在就住的不好 就是上街不方便 和自己开一车 我们先盯上吧 不倒这人家都没 分这就好 嘿 这是你们平常自己用的吗 没有吧 跟这一样的 这是我们把你们 快点吧 上厨房 不要排队 这位村民啊 带我们到了一座古桥下 桥边停靠着许多竹法 而且够票处 没有一个人排队 可以直接上船 后来知道 这里其实是御龙桥码头漂流点 可能是因为不出名 或者这里漂流时间较短吧 即使在五一也很少有人来这里漂流 现在我们已经坐上竹法了 就是通过黄牛做了 价格也还好 比正规买要便宜 正规的是250 然后我们在这买的是180块钱两个人 然后往返40分钟也是一样的 这段漂流全程大概35分钟 从御龙桥码头出发 然后回到御龙桥码头 行程不禅 乍一听啊 觉得整个漂流过程有点敷衍 不过漂流时两岸青山绿水 风景很美 即使是在炎热的中午坐山厨房 漂流河山 凉风兮兮 颤游山水间很舒服 非常惬意 问题就是整个漂流过程 时间和路程都不算差 不过嘛 体验经典的桂林阳朔山水 还是足够的 好不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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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的吧 你来的吧 我自己来的 很笨哪 好不过 《玉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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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电影里的这个镜头 就是《玉龙桥》 我们无意间还和刘三姐 站在了同一个桥上 古时候 《玉龙河》上没有桥 过河全靠竹坊 祈求平安的人们就将河叫做安乐水 明代永乐年间 科举赶考的书生因为暴雨无法过河而痛哭 此时河中一龙将书生载过了河 书生得众转远 转远善任后 报还善恩准 在遇到龙的地方建造了一座桥 这座桥就是《玉龙桥》 从此安乐水也更名为《玉龙河》 现在的《玉龙桥》 两侧栏杆上藤蛮累赘 嫩绿的藤螺悠闲地淡在桥洞里 像壁石所穿坠的门帘 使这座古石桥更加显得清幽古朴 现在我们决定跨过《玉龙桥》 沿着《玉龙河》另一边的步道 一边欣赏阳朔山水 一边对比下水中和路上景色的差别 来 出发吧 今次洗几菜就是满烧的草莓 在里面的外面 然后雅里的电影 在里面要听到 优法对比下水中和路上景色 在沙燕慢慢地 把银河摆河摆河摆河 还是沙燕珑 你们赢得转 一边 巴默 很硬 顺量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